同样的一个图形 我除了像刚刚那一种辅助线画法 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计算它 其实原则很简单 我们就是想办法让这个图形变成长方体或是正方体 只要它能变成长方体或正方体 我们就有办法算它的体积 那我们看看这个图 我是不是把这一块缺掉的部分补回来 它就变成一个大的长方体了 只要它是长方体 体积的计算方式就是长乘以宽乘以高 长有100公分加上刚刚补过来的60公分 所以长是160公分 宽50公分 高80公分 所以它的体积就是100加60 再乘以50 再乘以80 也就是64万立方公分 我有了一大块长方体的体积 接下来我把刚刚增加的这一个部分挖掉 是不是就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因此我接下来要想办法算出刚刚增加右上角这一块长方体 它的体积 长我知道是60公分 宽我知道跟这边的50公分是一样的 那它的高有几公分 题目没有给我们它的高 但是我们可以算出来 大长方体它的高是80公分 而这边占了40公分 所以剩下这一个部分 是不是就是拿80公分减掉下面的40公分 就是剩下上面的高度了 而80减40 所以上面的高度也是40公分 因此右上角这个长方体 长60 宽50 高40 算出来的结果是12万立方公分 那最后 我只要把大块长方体的体积 减掉右上角这个体积 就恢复成我原来要求的形体它的体积了 我把64万 减掉12万 一样是52万立方公分 所以这一题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辅助线画法 造就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 但是都可以求出正确的答案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